大家好 非常高兴大家来到虎哥哥 那么 我们还是来继续分享 关于虎哥哥客户 搜索自动化 那么今天呢 我们来 以 搜索电动自行车 这个国外的潜在买家 为例 我们来进行搜索 那OK 我们第一步 还是login我们的账户 然后呢 点击打开客户画像搜索 好 那么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要 再讲一下第一行 就填写你这个要搜索的客户的网址 比如说我们搜索这个网站 那我们就把这个网站这个页面的地址拿过来 填写在 这个位置 好 然后呢 就第一个词是最为重要的 就是铁写跟我们最为匹配的关键词 然后呢 第二个呢 就是相关匹配 最相关匹配 就它是有顺序 第一个更加重要 第二个相对重要 那么OK 今天呢 我找了几个不同的网站 非常有代表性的 非常有代表性的 来 搜索 我们的 潜在客户 OK 我们现在来看这一张页面 Best Electronic Bikes 那么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关键词 肯定在这里叫Electronic Bike 我们就可以贴写Electronic Bike 那这是最为重要的 然后是什么关键词 比如说在这里 非常有特征的一个 就是低于两千美元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呢 也作为我们搜索的条件 因为为什么呢 它的价格越高 它的档次就越高 如果我们的产品不在同一个档次 那么这些客户搜索出来 我们去联系 我们的价值也可能会比较低 那么好 OK 我们在这里输入 两千美元 是这样吗 不 我们要搜索 这里要增加点点 两千美元 少于两千美元 如果说这个是多于两千美元 那就两千美元 后面是点点 好 Electronic Bike 低于 低于两千美元的Electronic Bike OK 我们现在再来看 这里面还有什么词 是跟我们最为匹配的 Electronic Electronic Bike Electronic Scooter 可不可以 也可以了 这个人既卖Electronic Bike 又卖Electronic Scooter 可不可以 那我们就把Scooter贴在这个地方 完了以后呢 我们再找到相关的关键词 比如说 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的Bike 什么什么的Bike 当然这边 我们都可以把它 选择下来 什么 Folding Electronic Bike 可以吗 都是可以的 按照这样的方式呢 我们来填 包括呢 这里边 EJune 什么什么 这是别人的一个品牌 这是可能另外的一个牌子 人家在这里买的 那这些人呢 他也会有 其他的 小代理商 然后呢 我们只要把它往里边填就OK了 所以呢 就是首先 我们是这么做 然后呢 选择跟我们相关的关键词 然后呢 填入到我们的这个客户搜索里边 OK 那么 这个网站 我们可以是这样子来搜索 那么搜索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是要 把这个提交 把这个提交掉 那么我们再开始搜索另外一个网站 所以每一个页面就是一个搜索的条件 好 OK 这个搜完了 我就关掉了 好 现在我们可以来看 搜这个网站 那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关键词 比如说第一步 我就填写 网址啊 对吧 第二 我就输入核心关键是什么 比如说 E-bike 还是Electronic Bike 都可以了 对不对 但是肯定不是什么 Luna A-P-E-X 因为这个是 他自己特有的品牌 那么当然 如果说他的经销商很多 也可以 OK 那么 我们为什么选择这个呢 就是说 这个人既卖车 这么多车 又卖很多的配件 那么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一开始就可以 E-bike 然后比如说 可以有什么bike 什么bike 比如说 Use the bike 对吧 那这个相关的 我们就属于第二个 相关关键词 那么这里吧 就是我们除了这个 这些的以外呢 那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搜索的 关键词 就是说他既卖车 又卖配件 把这些配件呢 都可以输在后面的关键词里面 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 填填填填填上去 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应该把这个呢 都把它复制下来 一般说 我们都放在这个 TFT文档里面 那把这些都复制下来作为我们 搜索的 关键词 OK 好 那么现在在这里边 我们来选择 那些是跟我们相关的关键词 比如说这个可以是我们的核心关键词 比如说E-Bike 你看什么 多少瓦的 功率 有一千五百瓦 到两千五百瓦 这都是我们的搜索 关键词 定制的什么什么东西的电池 这都是我们的 三星的什么的电池 都是属于我们的搜索关键词 比如说我三星的两千七百毫安 这个电池 我就放在这么后面 但是如果这个可以不要 因为它可能有不同的 它连接也是用三星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就装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再选择跟我们相关的词语 比如说可以定制设计 那我们就放进来 对吧 Ti的这个车架 我们把它放进来 对不对 就是有这些特点呢 我们来去搜索它 OK 在这里面呢 这个很重要 就是八方的电机 我们把它放进来 这是到底你是用谁的电机 谁的变速系统 谁的电池 好我们放进来 后面慢慢放谁的轮胎 包括呢 看这里边的内容 还有没有我们要的关键词 比如说我们核心关键词也可以什么 Electronic Bike 因为它这里也有 所以你看我可以这样子Electronic Bike Ebike 这是我可以定制的 Designed 这是我们相关的词语 比如说电池什么其他的零配件 比如说是这个车是有load的还是offload的 还什么车的都可以往里面装 OK 那么这个是关于这个页面给我们的一个线索 它偏向的是这一类的客户 包括比如说Cycle Cycle 对不对 只要相关的我们都可以往里边填 那就往里边填 OK 那么我们这个呢 我们现在讲解到这个地方 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网站 我们再来搜索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了这家做Electronic Bike的公司 那么我们再来搜索的时候 我们可以怎么来搜索呢 同样我们先把这个网址 填到客户搜索里吧 然后呢输入客户画像关键词 那么第一个什么关键词呢 我们可以是Electronic Bike 第二个什么关键词 我们可以在这里叫Find a Dealer 可不可以呀 Support可不可以呀 都可以 然后 Find a Dealer 这说明什么 说明这家公司是做自己的牌子了 那我们给到它呢 很多时候可能会是OEM的 对吧 这也是我们的客户群体 那我就多了一个叫Find a Dealer 当然这个Support也可以 当然我也可以放在后边 我们再来看 还有什么关键词呢 跟我们搜索是比较相关的 当我们在看网站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鼠标放到每一个导航的下面去看一下 它有没有 次导航 这次导航呢 也是我们所说的关键词 好 我们再来看 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 它是什么 Leading Form 它意思就是说它是这个上路的 还其他很疯狂的很爽的 这个是它的细分市场的 啊 这个 特点啊 就是它的客户群体 啊 主要是不是这个 好 然后呢 我们再来搜索其他的跟我们相关的关键词 啊 这也是它的 啊 核心关键词 你看 它叫做 America 你看它 Fancy Bicycle Community 因为低端的车呢 很多时候他们都会这么来描述 就是说我是舒适的完美的 那我们这次分享呢 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